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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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局代理联邦检察官帕特尔在声明当中表示说 周宇和他的妻子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从事一项阴谋 在中国设立公司窃取美国研究 并且从中获利 夫妻二人在联邦监狱的刑期是罪有应得 当局表示说 两名被告从中国政府 包括中国的国家外国专家局 以及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好处 周宇和陈丽还参加了中国政府的多个项目 包括了人才计划的申请程序 作为定罪的一部分 周宇和陈丽夫妇还将放弃大约145万美元的医疗公司股票 并且被勒令支付260万美元的赔款 不顾北京的威胁立陶宛认定中共搞种族灭绝 来自美国内的报道说 欧洲国家立陶宛议会定于星期四 也就是4月22号的时候召开听证会 推动通过谴责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议案 立陶宛议会是继加拿大荷兰议会之后 又一个加入谴责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议会 这一议案的背后的重要推手是立陶宛的议员萨卡利·埃内 他因此被中国列入了制裁名单 成为立陶宛在新疆问题上被中国制裁的第一位政治人物 中国外交部3月22号的时候宣布制裁10名欧洲政治人物和4个实体 指控他们在新疆问题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 萨卡利·埃内表示制裁威胁是中共的老把戏 代表他做对了 他对立陶宛国家媒体表示说他不会被吓倒 下个星期还要与台湾驻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进行会面 表达坚定支持台湾的立场 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所作所为 招致美国欧盟等些国家的制裁 多国和人权团体认为中国正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清洗 包括强迫劳动强迫堕胎和绝育宗教迫害等等 3月初的时候一个由联合国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宣布 中国政府在新疆违反了种族灭绝公约的全部50条 并且确定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彻底摧毁中国的穆斯林群体 并且补充说这个全球大国是这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北京坚称新疆是人权进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并且邀请部分外国外交官访问该地区 然而当欧盟各国的大使要求会见被监禁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 撒哈罗夫奖的得主伊利哈姆吐赫提时 原计划的访问被冻结 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团长张明当时对这一请求表示 他们要求与一名根据中国法律定罪的罪犯会面 这是不可接受的 撒哈利埃内告诉立陶宛的国家广播电视台 在定于4月22号举行的会议特别听证会上 国际专家和被监人员的家属将介绍新疆的镇压情况 国企电商伍阿格与马云游染遭连坐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始于阿里巴巴的反垄断风波持续的扩大 中国大型的国有矿企武矿发展跨业与阿里巴巴合营的电商 20号的时候被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立案调查 理由是这家合营电商涉嫌实施经营者集中 综合中国财经媒体的报道指出 属于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武矿发展20号的时候坚决否认违法 指公司与阿里巴巴合作期间合资的武矿电子商务 已经更名为龙腾数科 经营并没有涉及违反中国反垄断法 不存在损害客户利益 消费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武矿发展表示 公司将积极的配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调查 并且严格的按照要求履行讯息披露的义务 根据报道武矿发展于2012年5月份的时候成立了全资的公司 武矿电子商务 2015年11月份的时候 阿里巴巴以杭州阿里创业投资的名义增资入股 武矿的持股比重骤降至46% 而阿里巴巴一举取得了44% 另外10%的股份则由北京海力云锤投资管理中心取得 虽然阿里巴巴于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将手中的武矿电商的44%的股权 转让给了一家名为义大宗北京供应链管理的公司 但因其交易价格仅为一块钱人民币 外界认为此举并非实质的转让可能是另有原因 根据报道 被恋调查的龙腾树科旗下有两个电商平台 一个是钢铁商品现货交易电商平台新一连 第二个是钢铁电商平台52个用名五矿阿里钢铁平台 由五矿与阿里巴巴联手设立 阿里巴巴提供线上的技术以及大数据的资源 五矿则提供的是仓储等一些实体的资源 中共的党政部门相继的发文批特斯拉傲慢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就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网络弥漫反美情绪之际 中国的官方媒体党政部门20号的时候相继发文 批评特斯拉回应女车主大闹上海车展态度傲慢焦纵 历声质问这家美国电动车商的担当与责任何在 一名与特斯拉有纠纷的张姓女车主19号上午的时候 身穿着印油刹车失灵的T恤在上海车展特斯拉的展区闹场 并且爬上了一辆车顶高喊着特斯拉刹车失灵 最后被警方带走并且拘留五天 这两天越为最热门的新闻 特斯拉中国事后发表声明强调 对张姓女车主不合理的诉求不妥协 公司的副总陶林在接受中国的传媒财经汽车的专访时表示说 近期的负面都是她贡献的 还质疑张姓女车主她很专业 背后应该是有人的 张姓女车主闹场维权虽然引发了正反不同的声浪 但是特斯拉事后的回应却在中国网络遭到了一面倒的负评 对此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20号上午的时候率先发文 批特斯拉的高管事后回应傲慢 并且强调如果车骑电大欺客应该加强监管 另外中共的政法委旗下的公众号长安健下午的时候接着发文 表示说张姓女车主以极端的方式大闹车展 扰乱了公共秩序应当道谢 但是让广大网友心有气气的是 如果坐下来能够解决问题 谁愿意不顾体面爬上车顶去撕毫呢? 长安健并且表示说面对车主的一次次的维权 特斯拉的回应当中却尽显老爷公关的骄纵豪横 让中国消费者心寒 文章并列举了中国多起疑似特斯拉刹车失灵的事故 表示说不论是否妥协 特斯拉都必须面对中国客户的拷问 明知隐患却置入网门 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聊 让碰碰拉继续在路上当隐形杀手 无视公共安全风险 不在乎赚中国人钱 撞中国人命 试问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何在 另外 中国浙江省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也发文表示说 希望特斯拉可以多反思自己 为什么总是会有负面新闻 是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还是售后服务的问题 或者说两者都有 与其自豪于90%的客户都愿意再次选择特斯拉 更希望特斯拉能够多调研 剩下的那10%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满 面对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官方相继发文批评 特斯拉中国截止到目前 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指闹市的主角 张姓女车主的父亲 今年2月份的时候驾驶特斯拉的电动车 连续从后面追撞两辆车 最后撞到了路边的水泥护栏才停了下来 车内人员受伤 张姓女车主事后指控车辆的刹车失灵 但是特斯拉引述了后台的数据指称 事发刹车时的时速达到了118.5公里 未见刹车制动异常 根据报道表示双方迄今协调卫国 张姓女车主拒绝交由国家级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特斯拉则拒绝提供事故车辆的后台数据 张姓女车主此前已经数度的公开维权抗议 紧要特斯拉不放 再来看一下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四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2021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80位 与去年一样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 报道指出香港去年实施港区国安法 为香港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带来了威胁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 虽然香港今年排名与去年一样 但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 中共当局收紧传媒只是刚刚开始新闻自由短期内恐难有改善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也就是4月20号的时候 公布了新一份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自2013年的59位开始下跌 历经了反送中运动之后 由2019年的73位下跌至去年的80位 今年与去年一样排名第80位 无国界记者形容亚太区的审查病毒正从中国向外蔓延 特别是香港 在新闻自由排名方面 中国与去年一样列在第177位 全球倒数第四 报道形容中国是审查制度专家 持续将网络审查监控和政宣工作 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 而比中国排名更低的是 土库曼斯坦的178名和朝鲜的179名 最后一名是非洲的厄历锤亚 至于台湾排名第43名 与去年一样排名在亚洲第二 韩国排名42名排在亚洲第一 另外美国排名44名 至于新加坡则排到了160位 挪威持续的缠联全球第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